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汽车咖啡馆,我是小明小编 今天我要和大家讨论的是政府最新颁发的一个政策 那就是由国家银行所发出的贷款还还政策 Loan Repayment Commentary 什么是贷款还还 它其实是Bank Negara所颁布的最新一个计划 Bank Negara主要是体现到 人民在这一段期间,这个新冠肺炎期间呢 可能会遇到一些经济上的困难 因此就推出了这个计划 至于在汽车盖馆部分呢 所有在2020年4月1日之前申请贷款的都能自动获得这个资格 暂时不需要偿还贷款,为期6个月 各大的银行呢,针对这个被称为higher purchase的汽车贷款方面呢 他们所收取的利息是固定的 也就是说你在签下贷款的时候呢 他们就已经算好好的一个数目给你 不会少也不会多 也因此在这6个月所谓贷款假期当中呢 银行是绝对不会向你收取额外的利息的 在这6个月期间如果你没有偿还任何贷款的话 其实是不会进入你的secrets的记录的 相信蛮多人会关注这一点 不过条件是你的欠款不能超过90天 虽然说只要符合资格 你就会自动被纳入这个延迟偿还贷款的计划当中 可是银行他们也表明说 他们还是会通过适当的管道来通知你 又或者是直接在网站上来一个同意发布 这一方面呢我们就建议你向你的相关的银行查询 你了解更多的详情 如果你是使用autopay的方式来偿还你的贷款的话呢 我们也建议你向你的银行查询 在这一段期间究竟这个autopay会不会自动cancel 不过如果你打算准时偿还你的贷款的话呢 其实你必须要通知你的银行 因为其实银行在这一方面呢 它是会自动把你纳入这个延迟偿还贷款的计划当中的 以上就是我们为这个loan repayment momentarium 贷款款款计划所做的一个简单的解释 那我们也会在下方的description 定期更新关于这个计划的所有信息 大家就记得留守这个影片啦 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小明小编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by bwd6